康瑞颱风夹带强劲的雨势 在中部地区许多农民都非常的紧张 云林产地种植的青江菜 这两天菜农急忙下田抢收 另外彰化花坛酪梨农 现在没有办法收成 只好用竹子和棉绳把酪梨树给固定住 有火龙果农则是要赶着采收 没有想到意外的扭伤了颈部 黄杏果农赶在颱风来袭之前 急忙抢收火龙果 没想到脖子左右上下转动太过频繁 竟然造成脖子扭伤 相隔一天为了跟康瑞抢时间 拖着伤苦撑也不要心血被台风毁于一旦 彰化花坛的火龙果农 担心台风过境会把火龙果全部扫坏 前一天三十号急忙下田抢收 没想到扭伤脖子 三十一号趁着早上风雨还没来 带着妻子继续努力 能采多少是多少 而同样绷紧神经的还有花坛的 酪梨农 超大一颗酪梨眼看在等一个月就能收成 没想到这时候台风搅局 就怕它还没成熟被抢风吹落 加上有一定的采收期 无法提前抢收 农民赶紧套袋将酪梨树给 五花大棒 另外一旁向柳丁的帝王杆则是抢在台风来临前 已经采收完毕 镜头转到云林 菜农动起来 一次排开拿着小镰刀快速抢收 收了满满好几大篮 因为再不采 恐怕翠绿的青江菜全变成泡水烂菜 不管产地蔬菜还是水果农民采收 备战做好房台 万全准备 谢谢张华云林 组合不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